周期两个坏消息 后套最佳传球手离队 竞争对手却留下来曾经火箭队 超级中锋有名职业生涯 虽然没有总冠军 而且带队的最好成绩 也只是西部半决赛而已 但是他的成就不可磨灭 他也是那时候NBA里最好的中锋之一 甚至前第一中翁德怀特霍华的见到姚明时 都像老鼠见到猫 根本打不动姚明 而据统计 詹姆斯最怕的球员就是姚明 因为与姚明的火箭队对阵时 詹姆斯的球队总战绩是三胜八负 由此可见姚明的伟大 而姚明在NBA里的成功 也与支持他的队友们是分不开的 曾经给姚明传球的后卫无数 这其中当属麦迪给姚明的传球质量比较高 朱鲁麦迪外 弗朗西斯 洛瑞也与姚明有过不错的配合 如果没有后卫的支持 姚明的数据也不会那么好看 他在火箭队也不会那么成功 现在周期继承姚明的一波 成为火箭队乃至NBA 唯一得到正式合同的NBA球员 他的成功也与火箭队的后卫们支持有关 其实上赛季周期更多时间是在发展联盟打球 比奥格兰的和古独蛇队 才是周期真正的家 而在那里 周期的表现如何与后卫的关系很大 上赛季独蛇队的后卫 大多数都是顾着自己得分 少有给周期传球的 这也可以理解 毕竟发展联盟只是一个跳板 这些后卫球员都想刷出漂亮数据 以得NBA球队青烂 但在独蛇队里 后卫二阶 亨特却特别喜欢给周期传球 不管是发展联盟 还是今年的夏季联赛 二阶亨特如果一旦看到周期有机会 肯定会把球传过去 而且在周期投篮命中后 二阶亨特也经常起立鼓掌庆祝 一个外国人 把周期的事情当自己的事情 虽然只是一个边缘球员 但是他对周期相当够意思 只是未来周期可能再也不能与之合作了 因为火箭队昨天将RJ亨特抬掉 周期失去了最佳豪场传球手 亨特走了 火箭队又收到一个坏消息 这火队有关人士透露 并不想接纳火箭前锋安德森的合同 那么也就意味着 这位火箭队高薪低能的大前锋下赛季 还将会留在火箭队中 安德森虽然在火箭队进后赛里没有机会 但是在常规赛中 也算是一个不错的角色球员 周期的又一个坏消息来了 周期失去最佳传球手的同时 下赛季他在内线的竞争对手 安德森很有可能会留队 那下赛季周期的上场机会 似乎又要少了很多 本来布莱克与欧姆阿库的离队 让周期下赛季的前景一片光明 可是现在热火队却不愿意做这个顺水人情 连累周期下赛季还将与安德森竞争内线的替补位置 只是安德森正在走下坡路 连续的让人失望 已经让安东尼对他失去信心 周期则见不越来越明显 相信下赛季胜利还是属于周期的